台电员背着装备冒雨挺进 桃园区维修 豪雨冲断严谦的道路 电感也被冲断 三个里915户停电三天了 台电人员徒步一个小时 一一查修 从早忙到晚上 终于在27号晚上 电力恢复了 桃园区三个里 现在电力恢复了 区代表石永贵 27号带着李明巡视水源 要让李明有水可用 而通车三年的 明霸克路钢变桥 这次不敌凯米带来的豪雨 再度被冲断 招通部长李孟燕到场视察 市长陈其迈只希望 这进度能否再加快一点 我是不是建议也在研议一下 因为要拖三个里 实在是很辛苦的事情 那是不是有可能的话 在第二阶段这个变道 假如天气许可的话 可以优先的 施作一些简易的变道 另一头的纳马夏区 1400多部还在停电 台电想办法挺进抢修 因为交通不便 形同孤岛 道路大范围崩塌 民众进出得绕超远 市府紧急派人送来物资 这可以应急让我们的区民 然后这些物资之后 能够心里能够平安 大家其实这几天 冰箱的东西都吃完了啦 有东西补给的话是比较好 很感谢外界这样帮忙 这样感谢大家 目前这条路是通了吗 是通了 但是目前只能像这种 货车发财车可以进去 因为大车的话 它很多路 它路上其实还是很多石头 跟树木倒出 没有完全去 它就轻一条 一条货车可以走的路 镜头转报美农区 25号凯米台风来袭时 一所森林小学举办夏令营 37名师生受困 还好在消防队员协助下 一群人平安脱困 强救画面如今曝光 也让人感受到 消防队员的辛苦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